秋年虫的监测 秋年虫是一种入侵性害虫 可对玉米等作物造成重大损失 严重发生时甚至导致玉米作物绝收 秋年虫的生活周期 包括从暖到幼虫、涌和成虫 其幼虫期可对作物造成重大损失 除了使用化学杀虫剂外 还有许多方法可以防治秋年虫 其中最有效的是进行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保护玉米作物的最佳方法 是尽早进行监测 必要时尽早治理 整个玉米田都需要进行监测 在玉米长至尖高前 可使用对环境安全的杀虫剂进行治理 在本动画中 我们将展示如何对秋年虫进行有效监测 以减少作物的危害以及经济损失 监测是指在整个玉米地中仔细检查 有无秋年虫危害的症状 秋年虫幼虫通常在晚上比较活跃 所以在田间很难发现 幼虫通过啃食玉米叶片造成危害 幼虫灵气越小 越容易防治 初幅幼虫体长仅为一毫米 肉眼几乎不可见 因此在田间需要仔细检查叶片 有无危害症状 它们啃食叶肉后 会在玉米叶片上形成小孔或者天窗 另外 你也可以观察有无秋年虫留下的虫分 随着灵气增加 很容易肉眼观察到幼虫的个体 此时也更难防治 玉米进入生殖阶段并开始出碎后 秋年虫幼虫可能会钻入裹碎侧面 此阶段的秋年虫基本难以防控 因此需要从玉米苗期开始监测 监测应进行至玉米与尖同高 玉米超过尖高后将进入生殖阶段 此时即使发现秋年虫幼虫也很难再进行控制 所以早期监测防控非常重要 当有人喷洒化学杀虫剂时 应停止田间监测 因为这些化学物质会对个人健康造成危害 咨询专家、推广人员及相关组织的建议 以确定何时可以再次进入施药后的田地 在玉米作物的轮升初期和末期阶段 可以采用W字形随机取样 进行秋年虫的田间监测 这种方法可以保证监测点的随机性 从玉米田任何一边往里步行5米左右 然后在田间以W字形移动 随机选择5个点 应注意避开边界的玉米 在选取5个点后 需要在每个点观察10到20株玉米植株 检查有无秋年虫的危害特征 记录所查看的植株数量 以及受害的植株数量 然后到下一个点进行相同的操作 直至完成所有5个点 在轮升阶段初期 秋年虫、幼虫啃时会形成小孔 或小儿园的天窗 需要记录受害的幼苗数量 如果观察到的每10株植物中 有两株以上受害 请与当地的农业推广组织联系 看是否有必要对作物进行治理 在轮升末期 需检查新展出的3到4片叶子 轮升新叶的受害状 同样包括在轮升叶窍中的天窗、小孔和虫粪 也可以看到活幼虫 观察秋年虫在轮升叶中形成的小孔及天窗 记录每个点调查的10到20株植株中 新受害的植株数量 如果观察到的每10株植物中 有4株以上受害 请与当地的农业推广组织联系 看是否有必要对作物进行治理 秋年虫可以使用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方法 进行管控 您当地的农业推广组织 可以为您提供相关方法和建议 包括使用对环境安全的杀虫剂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有益昆虫 个人健康的危害 一旦玉米作物处于抽碎阶段 就很难再控制秋年虫 为做好春分准备 请与您所在地区的专家 讨论秋年虫的危害情况 如果不确定如何处理 请咨询相关的农业推广人员或组织 寻求秋年虫的综合防治建议 总之 对秋年虫需要尽早监测 采用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办法 请賓宁